阿瓦的主题自带了中文字库 我们还有必要手动汉化吗 以阿瓦的7.1.2为例 这是阿瓦的主题的完整包 在完整包里有一个目录叫语言 语言里有四个文件夹 第一个是主题 另外三个是插件 我们先看一下主题 在这个主题文件夹里 有很多MO和PO的文件 可以用PowEdit软件打开PO文件 具体方法可以看我们之前的教程 PowEdit的教程 找到Avada-zh-cn.po这个文件 双击打开用PowEdit 从左下角可以看到 主题一共有3848个词条 已经翻译了2601个 还剩1247个 上面是具体的翻译成果 这个文件是关于主题的 再看一下FusionBuilder插件 FusionBuilder-zh-cn 这个插件它的词条数也很大 一共有4515条 已经翻译了0条 这个文件是一条都没有翻译 再看一下Fusion Core核心插件 这个插件字库一共有652条 也是一条都没有翻译 从这几个PO文件可以看到 即便是安装了Avada主题自带的中文语言包 我们在使用Avada主题的时候 仍然会看到大量的英文 现在这个版本的中文汉化量 已经比以前的版本好多了 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好 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建议使用 汉化完整的语言包 购买过我们的Avada主题教程的同学 可以免费获得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vada 我们下次见